股庙致富可以不凭运气 只要用对方法跟对人 机会只给准备好的人 您准备好了吗 就让股市战将 带领我们积极稳健的累积财富 欢迎收听股市战将 华信投顾林和彦总顾问主角 101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26号 欢迎收听news9898新闻台 持续锁定的是我们的股市战将 我是桂花 赶快来邀请主讲分析师 华信投顾的林和彦总顾问 和彦老师您好 桂花午安 大家好是林和彦 昨天晚上美股市收黑下跌的 今天台北股市开高 最终小涨了68点 指数来到了15769 成交量是量缩在1937亿 是不是因为要放廉价的关系呢 成交量也比较少 请教一下和彦老师 怎么观察一下今天的大盘呢 好的 没多少啦 道琼不过跌37点而已 最近国际股市都很稳定 大概都是在相形区间里面 台北股市其实波动也不大 连续两天的下跌 今天又涨了回来 那量今天是比昨天少一些 1936亿 那很多人可能担心 要放假了 所以可能投入医院 就会来的比较低迷一些 真的需要这样子吗 人家等放假不想赚钱 那你就跟着人家不要赚钱 你何必学人家呢 是 你要有积极的人生嘛 你要有积极的态度嘛 随时有机会就要赚 放假 放假 好像放假 对不对 不过那几天假期而已嘛 有什么关系呢 能够有机会赚钱 要集结掌握 才是最重要的嘛 你看今天涨68点 今天上市有498加涨 376加跌 95加平盘 有六成的股票在涨 那你要放弃我也没办法 对不对 有六成让你赚钱的机会 你都不想赚 那你怪人家说 股票市场好难赚 是你自己不想赚的啊 不是股票市场好不好赚 是你自己放弃的 所以千万不要轻易的放弃 积极的态度 还是最重要的 那今天开高 最多涨109点 昨天跌128点 那很多是是而非的说法 我之前跟大家讲过嘛 为什么台北股市会跌128点 跟放假那些都 没有 都不是最主要的关系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外资连续两天 礼拜一跟礼拜二 两天把台子期的多单 杀光光 两天台子期多单 少了一万三千一百二十七口 我告诉腰西威 我观察外资的动作那么久了 外资很少两天 卖那么多台子期了 那既然这个状况发生了 外资两天把台子期多单都杀光了 它自然不会让行情上去嘛 对不对 昨天一开盘之后 卖压很快就出来了 就把它压下来了嘛 那以昨天那样的情况来看的话 感觉上外资应该会卖很多 结果没有 昨天外资只卖超20亿而已 买进640亿 卖出660亿 昨天外资交易还是很正常 买进卖出都有600多亿 那这样相扣起来 只卖超20亿而已 所以可见的外资台子期虽然多单退掉了 它股票也没有退 只是在做什么 换股操作而已 卖出660亿的股票 然后把钱转到另外640亿的股票去 所以外资多头没有退 它只是在换股操作而已 所以你就要掌握外资换股的对象 人到底是没什么股票 赚下去什么股票 我跟你讲啦 外资绝对不会去追那种涨高的股票 他一定是把涨高的卖掉 把钱收回来 去买还没涨的股票 一定是这样嘛 外资又不是笨蛋 对 还没涨的卖掉去追 已经涨高的 只有投资人才会去追高而已 所以经常跟大家讲 养成买底部的好习惯 大盘指数涨跌 其实没有那么重要 你不是操作台子期啊 你如果操作台子期就没话讲嘛 对不对 你是以股票 操作投资为主的 那你的素银是在个股 不是在大盘 你看今天涨68点 你如果买错股票 上市有376加跌啊 今天很多涨高的股票 今天都大跌啊 你不要看今天涨68点 今天很多大跌的股票啊 你看创意大跌8.5% 四星一度也大跌7% 智元也大跌3.3% 今天国具也跌了11块钱 台办今天大跌了3% 联勇今天也大跌3% 然后东哥游艇 今天快跌停板 这种起管啊 起管卖菜味就好了 我们再来找底部的股票做 不对啊 尤其在财报发布期间 你一定要养成 买底部的好习惯 财报发布 就算利多 也会变成利多出境 你要法人主力 就在等利多出来 利多出来 多让他们没股票 所以不要 听到利多就去追 要先看一下到底是在底部还是在高涨 如果是底部没问题 赶快买 那如果是在高涨呢 就不要再跳进去了 你看我一直跟大家谈 3056总泰 今天总泰也是涨啊 总泰财报发布出来 哇 好得不得了 从来没有想过说这家公司 会有赚那么多钱的一天 去年赚了快一个股本 9块8 然后公司又特别大方 配8块2 把90%赚的拿出来 给股东 发还给股东 多好的一个老板啊 多好的一家公司啊 殖利率有高达 20几%的殖利率 所以未来啊 他从发布财报的时候 在38块钱 今天已经 10块44块钱了 中国票 怕他不会苦乱 难得有蹲下来 都要紧张 你看跟他同属性的公司 北比都已经 八倍十倍了 那北比好像四倍而已 然后资利率还特别高 我不知道你有买 有买都贪钱啊 那我不是说叫你一定要跟我买总泰 你要买当然也很好啊 到底贪钱也不错啊 那你如果没有买也没关系 一样化葫芦 找相同类型的公司 找得到 就买 找不到 就找林何彦 林何彦除了吃饭睡觉以外的时间 我都在搜寻台北股市 我都在搜寻注意 全球股汇市的脉动 我光是在投顾当分析师就已经28年了 而且我坚持只买底部的基优股 器官我没给你堆 业绩烂的我不会让你碰 绝对都是找那种赚大钱 要没去的股票 让你在底部买进 没有风险的环境之下 行情一发动 给他时间 30% 50% 我们都贪得到 你听我的股票听那么久啊 听我的节目听那么久了 我已经印证无数次 有跟着做的 其实都开开心心了 我节目很多人在听 每个听的其实都还蛮开心的 你看双红 又涨停了 今天已经229块 229了 研究报告送你哦 不要说没有 我送给你研究报告的时候 还在150几块钱哦 有人拿到研究报告说 老师都没去 你说完之后 三天没去 五天没去 你都说那种没去的股票 两百个老师都说 那个涨停板的 听到不知的气候 你都说那种没去的股票 你看事后不要到哪里了 我是在他还没涨的时候 就提醒你要买 我不是等他涨了40% 50% 再告诉你哦 这支很厉害 那火车都开过去了 讲有什么用 对不对 我本书 就是在那个行情 要不然会叮咚 就开始落车 这样你才能够赚个大波段嘛 你看双红虫150几 今天229掌停板 要50%哦 已经49% 所以像我这种做法 你要赚个30% 50% 都很轻松在的啦 都很轻松在的 你看我上个礼拜 买金元 2387的金元 2387的金元 为什么买金元 因为金元 EPS 就是7.3创历史新高 本益比才五倍而已 公司配三块半 配息率高达70%的配息率 然后殖利率有8%的殖利率 高获利低本益比高配息高殖利率 经济高费就对了 我们上个礼拜一 金元 41.6买进 当时买进的时候 我就跟会员讲了 这期我们做五天就好 这是股票我们做五天就好 单股周周发的标的 到了礼拜五 第二次了 去那44块 担到44.5 叫会员卖出 这样多少 41.6买 44.5卖出 一张 两千八 十张 两万八 也不错了 你买了十张 41万 42万 你们都有吗 你们都有啊 你41万 42万 你把它放在银行做定存 请你买这四千块 我们单股周周发 一个礼拜 礼拜一买 礼拜五卖出 42万赚两万八 礼拜一买 礼拜五买 五天而已 四十二万 看两万八 这个单股周周发 礼拜一买 礼拜二买 礼拜四礼拜五逢高卖 一个礼拜风险 有限嘛 对 那一个礼拜风险有限 每个礼拜领周薪 不用领月薪 领月薪没乎 我们领周薪比较快 每个礼拜你就可以看到 这个礼拜进赚多少 这个礼拜进赚多少 然后还搭配破绽的操作 所以你可以设定你的资金 假设你资金一百万在做投资 那你就设定个二十万或三十万 跟着我单股周周发 每个礼拜一二买进 等到礼拜四礼拜五卖出 每个礼拜结算起来 这个礼拜我又赚多少钱了 那其他七成八成的资金 我们还是做破断的规划 因为破断才能够赚三十%五十%嘛 那为什么不全部做破断 因为全部做破断 每个礼拜就破两个礼拜 破到买了你的 你注意力就下降了嘛 注意力下降很多 大盘妹妹 重要的地方 你都忽视掉了嘛 所以一部分的资金 做单股周周发 让自己随时保持敏锐度 然后七成的资金 做破断的操作 三十八九十八来谈 那这样产短搭 报酬率就会更高 效果就会更好 你看我上礼拜 VIP会员 自尊会员跟直达车会员是买 金元 那VIP是买 四五三六的拓凯 我们拓凯是 一九五买 礼拜五二一八买 一九五买 二一八买 五天而已 五天一项二万五 十项二十五万 不然十项二百万而已 二百万你备的银行 今天也才二万块 我们单股周周发 五天 二百万二十三万 会好吗 也好啦 我就算是单股周周发 我也坚持直买底部的基欧股 我同样没对管 依照我们的原则 找底部的股票来做 我前两天跟大家讲过 有一档股票 去年赚三十九块钱 五国的没上当啊 公司很大方 赔二十七块六 殖利率九点二% 随时会冲出去 这一支就是我们 这个礼拜的单股周周吧 我们在礼拜一的时候 两百九十七块钱买进 今天大涨五% 今天已经穷了 今天已经冲到三百一十四了 礼拜一两百九十七买 今天礼拜三三百一十四 礼拜一会跟你拜三 一张十七块 一张万七 十张十七万 礼拜一买两百九十七 今天三百一十四 这样待一会 十张就好 十张就十七万啊 十张就十七万啊 所以你可以设定一部分的资金 跟着单股周周发 我们一起来 赚周薪 那主要最近还是在 破断的操作 以底部的股票为主 这样长短搭 效果不错 任何有这种做法的 你可以利用我们现在的活动 一季的费用 我们一起来 赚整年的服务 跟他那一脚步 好的 谢谢老师 现阶段 何妍老师直买底部机优期涨股 认同老师的操作 想要复制双红 晶圆 拓卡 还有总态的成功模式 赶快跟着何妍老师 一起来上车布局 短线带你做价差 长线带你做波段 让你赚取三十%到五十%的大获利哦 认同老师的操作 想要进一步了解内容 可以利用我们稍后的公商服务资讯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好的 听众朋友 各股表现 选股才是获利的关键 何妍老师坚持只做底部机优期涨股 但你短线做价差 长线做波段 让你操作更灵活 让同老师的操作 赶快利用我们一加三的特别优位活动 跟上脚步 只要一季的费用服务你到年底 让我们一起来复制 总态 双红 晶圆 还有帽连 台办的成功模式哦 欢迎你来电报名 抢优惠 02 239 23988 02 行情事部等人的赶快把握机会 另外在股票操作上有任何疑问 想要咨询沟通的话 也欢迎你加入何妍老师Lite 以及Telegram账号 Lite的ID是小老鼠PRO888 小老鼠PRO888 Telegram账号是PRO5个8 持续回到节目当中 邀请陪伴大家的是华信投股的林和彦总顾问 手上的股票不对 一定要换股来操作 现阶段我们一定要跟对老师选对股票 那么接下来还有哪些个股可以加以留意呢 请教一下老师 好的 今天涨68点 涨都是好事啊 重点是你要买对 尤其在财报发布期间 起管的都一概不碰 找底部还没有涨的就对了 你要找不到就来找林和彦 找不到就找林和彦 一通电话过来 林和彦就在你身边 今天台积电涨了五块钱 日月光涨了两块钱 联发科涨了七块钱 这几档全职股如果没有下来 大盘你不要胡思乱想 这里面日月光筹码最集中啊 外资主要买超 八成都在台积电 可是法人持股最高是日月光 你知道日月光现在三大法人持股 已经高达81.5%了 集团还有17% 所以加起来97.5% 都在法人跟公司手中 那七年股票 卖到今天没有股票了 投资的股票只有2.5%而已 这种股票没得来 今天创新高112.5% 我们七十二七十三就开始说到现在 你如果第一位都已经贪五十几%了 所以买底部绝对能够让你赚大钱 可是也不要全部都做破 但在破 设定的部分资金 跟我们单股周周发 礼拜一礼拜二买进 礼拜四礼拜五卖出 所以昨天跌128点 很多人傻眼啊 大多数老师都讲话都支支吾吾的 那个脸色都 很难看啊 我们昨天很高兴啊 我昨天讲啊 单股周周发礼拜一礼拜二买 所以礼拜一礼拜二遇到下跌 我都很高兴啊 因为正好能够让单股的股票 下去减便宜货 到时候礼拜三礼拜四一涨上来 我们就赚到了嘛 对不对 所以昨天跌128点 礼拜二跌128点 我们单股周周发 全力抢劲 那今天大涨5% 哇很欢迎 或者说老师我真是赞 你看那档个股我们297买 那今天礼拜三就已经314了 哇 一张就17%啊 10张就17万啊 两天时间而已 所以单股周周发 会让你凑多起来觉得 哎 每周都有进账 啊 确实是不错 今天是礼拜三 剩下最后三天 所有财报都会出来 还有哪些公司 要买去 财报有利多的 你看今天帽连大涨了 帽连给你去6块啊 有没有 我们200时就开始说了 最后去那里那够 最近蹲下来洗完盘之后 要再登堂了哦 这两天 财连财报发布出来一定好的啦 一定好的啦 目前市场估计应该25块钱跑不掉啦 那依照它的配息 每年大概都配6成 所以如果赚25块钱 配6成的话 大概可以配个15块钱出来 那15块钱配出来 以目前大概275块钱来算的话 那殖利率有快6% 加上电动测试未来 10倍数的行情 这中高票有破破掉 到时候财报发布出来之后 又会喷出去 那器官就卖堆啊 你看裁判今天大跌啊 裁判今天剩下101 我们82、83万的 涨到110亿卖掉 我们也没卖最高的啊 最高114对不对 我们卖111 还让了一些给市场 那你不卖今天剩下100块 是不是很可笑 地保 我们72、73万的 去那95 我们91块没掉 我们也没有卖最高啊 我又不是神 差不多就好了 做人啊 差不多就好了啊 不要要求泰科要买最低卖最高 没可能的事情啦 那你不卖地保盒子在那边嘛 30%赚到了 钱收回来 林轮院再找底部的股票 让你买 让你投资 你可以设定一部分资金 跟我单股周周发 每个礼拜一、二 我带你买进 到了四、五拉高之后 带你逢高卖掉 每个礼拜结算 让你看 这个礼拜赚多少 周周进账 单股周周发 这样的操作 你觉得不错的 你可以利用我们现在 一记的费用 一起赚一整年的活动 我们一起来合作 打赞进来 好的 谢谢老师的重点观察 以及分析 会卖股票的老师才是高手哦 可以老师带你有买有卖 让你获利放可待 想要复制 帽连 台办 还有地保的成功模式 赶快跟着何彦老师 一起来上车布局 何彦老师 短线带你做价差 长线让你做波段 想要赚取30%到50%的大获利 欢迎你利用我们 一加三的特别优位活动 跟上脚步 想要进步了解内容 可以利用我们 稍后的工商服务资讯 时间的关系 节目就进行到这里 感谢华信投资了 林何彦总顾问 老师谢谢您 好 祝大家操作顺利 嘿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好的听众朋友 手上的股票不对 一定要换股来操作 我们一定要在行情 发动之前先卡位 你才能够领先市场 何彦老师 带你短线做价差 让你周周领周星 长线做波段 带你获取 30%到50%的大获利 任同老师的操作 欢迎你利用我们 一加三的特别优惠活动 更上脚步 只要一季的费用 服务你到年底 欢迎你来店报名 抢优惠 02-239-239-88 02-239-239-88 行情事部等人的 赶快把握机会 02-239-239-88 本公司以往直击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